两代人都是同一日文教学机构的学生,日本福伦社米山纪念奖学金得奖人 本文介绍无视日文第二代学友蔡纯安,23岁,获日本福伦社米山纪念奖学金 就读进基大学医学不要学系四年级,以展现在干细胞创药研究领域的卓越表现 摘要 这篇文章介绍了蔡SC学友的学习历程和成就 蔡SC学友是无视日文第二代学友,本介绍当时,读于进基大学医学不要学系四年级 并荣获日本福伦社米山纪念奖学金 创造了参与当地福伦社聚会,为留学生提供宝贵的经验和人脉累积 蔡SC学友的父亲是无视日文的第一代学友,他的成功体现了家族两代人对日语学习的传承和努力 推荐本文的理由 这篇文章展示了通过专注和努力学习日语可以达到的高水平 蔡SC学友的故事激励人心,显示了学习日语不仅是语言技能的提升 还能为个人职业和学术发展带来显著的好处 对于那些寻求高效学习方法和灵感的日语学习者来说 这篇文章是一个极佳的参考资源 日语鉴定,JLPT,N1,N2,日本留学试验,日文学习心得,摘要分享 本摘要主为时间有限,但需紧速了解相关学习心得,效率,性价比着而设 摘要之原文来自文末,如语详阅原文,可点选文末之链接 无视日文分享系列 赫!蔡纯安学友荣获日本福伦社米山纪念奖学金 扭转乾坤新春第一节报 23岁,无视日文第二代学友 海外寿宴成绩优秀者,奖励生,SCA 无视日文学友物请详阅本分享 欢迎留言及索取免费学习资料 欢迎加入LINE生活圈 更多精彩摘要 点击下列网址可观看 无视日文三个月通过日减年二 无视日文九个月通过日减年一 凡事都有好方法 进行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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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